我本身我眼睛其实挺好的 就是眼皮有点松弛 感觉原来有皱纹 还有这眼侧面下面有眼带 我来做的时候 他们说可以去皮去紫 最起码调整了 皱纹没有 比原来的眼睛会更好看 更大更有神一点 这家港力医疗美容机构 在杭州凤启东路上 3月16号 林女士在这做了眼综合手术 包含全切去皱等 费用共计2万元 林女士说刚做完当天 眼睛冲血 半个月过去了 感觉还是不舒服 我感觉视力特别模糊 眼睛睁不开 整天晚上睡觉眼还闭不住 闭不上 眼睛这红血丝 一直到现在没下去 鼻眼都你看 感觉这个眼还睁不开 这个眼睛已经做坏了 反正这个做了手术之后 我心里特别焦脆 那过得生不如死 林女士说 她现在都不敢出门 希望港力医疗做出赔偿 做的这个2万块钱返还给我 然后就是说 我这个眼睛 现在这样的话 我今天专家说了 最低要半年才能修复 可能还得二次修复 这下来可能我一年 工作都没法做了 就是说我要求就是物工费 精神据事费 在那里上班 我本来是店长 每个月一个月就7千左右 六个月七个月的物工费 这是最低了 不好意思他们都出国了 我们这边就只有普通工作人员 可以闭上的 然后这个 闭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感觉跟睁眼 半睁眼一样就这样子 我很难受着 我们这边可以帮林女士都修复 林女士不愿意再我们就修复 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 帮林女士联系下医院 具体的条件 我们会跟林女士这边谈 但是我们要等16号负责人回来 但是负责 电话有吗 我可以沟通一下 没有不好意思 没有 对我们希望林女士能够耐心等待 然后林女士说要去通过 任何的途径去 我们也这边也是支持她走 正规的渠道来做监定也好 这方面 港历医疗的工作人员表示 林女士的眼睛 要至少三个月的恢复期 当时候如果还是不满意 可以再做修复 但林女士拒绝了 主要是就是正规机构做的鉴定 我们这边都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问题是这样子 她刚做完 恢复期还没过 鉴定一般要等到 三到六个月之后 才能够做一个医疗事故鉴定的 林女士说她等不及了 打算先去一条会议咨询一下 188黄金眼继续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